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珠在第一向线 所以外租比较大于0 接着我们可以先计算AB向量 AB向量会等于是81 接着是A珠向量会等于是7 然后T加2 计算这个是因为屏幕告诉我们说菱形的面积是25 所以我们可以计算三角形AB珠的面积 用1分之1的绝对值 然后AB向量跟A珠向量把它并列起成团面式的值 那这边计算之后可以解得T值有两个答案 2或是-4分之17 那因为我们一开始设定说T要大于0 所以T值选正2 那这样可以知道珠点坐标是12 那接着我们再使用0型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然后因为0型的四边又等长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AB向量跟珠C向量 它们的方向是平行 然后长度又相等 所以这两个向量就是相等的 所以AB向量刚刚说过它是81 那珠C向量的话 我们就可以假设C点坐标AB 然后珠点坐标是刚刚的12 那这样子81等于是A-1 B-2 好这样可以解决A-9 B-3 就可以得到最后C点坐标为93 都看到这里了还不加入龙腾高中生吗 快扫描QR Code 或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加入龙腾高中生 获取更多升学相关资讯